一桶桶甜不辣正准备运往大陆南京 台湾名品交易会 要攻占大陆人的味蕾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在那边并没有 所以这算是代表台湾名特产 勾起甜不辣灵魂的沾酱 用西红柿 牛番茄 辣椒 姜片 浸泡三个月才做成 让家常小吃有精致风味 像这包甜不辣酱啊 我们绝对是跟外面不一样 因为外面一般都是带甜味 那我们的是有独家秘密武器 真的吗 这是什么味道的 就是咸的 然后又带一点辣味的 对 没错 口味决胜负的小吃战争 练食品科学餐饮馆里的张荣萱 不能接受中餐 调味 完全依赖师傅品感觉 磨合走向中央厨房的概念 为什么西餐可以 中餐不可以 所以我才会一直逼迫我们的师傅说 我要这样做 你要协助我 同样的标准 蒜末 日本干贝 金化锅腿等等轮番下锅 这一次炒 标准化要做出45瓶的樱花虾酱 误差值不能超过一瓶 自从来这边接触这个工厂 这一块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东西 所有不管你做出一样产品出来 一定要做出一个 一种产品出来 但火候是麻烦的关键 最后我们发现 其实在卤制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以低温 低温熬卤的过程 他才能把那个汤汁锁在这个鸭舌或鸭翅里面 这才能量产 保证王购族群不会只是一次客 三年攻下36个平台 业绩倍数成长 张荣轩让老川菜的副牌名声响亮 采访过程中张荣轩透露了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他都住在北极 意思是在篱下22度的冰窟里面 帮忙装货 出货 手都破皮了 很显然在带领创新的同时 老店待人待亲的老价值 也是不能放弃 Blend... 叶海马姬鱼市的吻鸡 叶海马姬鱼市的吻鸡 辞答 那你别在乱宅 我们来 鸣